2019年,行政院苏生昌前院长上任后签署了第一份公文 就是核定第三期国家太空科技发展长城计划 继续强化台湾太空科技的技术发展和人才培育 导造台湾太空产业供应链 蔡英文总统在2020总统连任就职演说 更将太空产业纳入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奠定了后续太空发展法治化的政策方向 立法院也于2021年通过台湾第一部太空专法 太空发展法 2017年,台湾自制的光学遥测卫星 辅慰5号顺利升空 气象卫星辅慰7号以及立方者卫星 也在2019年和2023年揭取升空 及低轨道通讯卫星陆续发射 展现台湾太空科技的创新突破 2023年10月顺利升空的立方者卫星Triton 是台湾第一颗自制的气象卫星 有超过20家台湾企业参与计划 还搭载了台湾研发的卫星筹载 GNSSR 不仅将为全球气象科学做出贡献 观测资料也将帮助我们提升天气预报的准确度 近年来 全球太空经济成长快速 台湾国家太空中心执行卫星研制30多年 带领产业接规国际卫星产业链 台湾太空产业整体产值 预计在2025年将突破3000亿 更有机会在2031年突破一兆元经济规模 布局太空七年有成 奠定太空产业发展基石